《創世記》第21章 耶和華安著先前的話眷顧薩拉,便照他所說的給薩拉成就。 當阿伯拉罕年老的時候,薩拉懷了人,到神所說的日期,就給阿伯拉罕生了一個兒子。 阿伯拉罕給薩拉所生的兒子,起名叫以薩。以薩生下來第八日,阿伯拉罕照著神所吩咐的,給以薩行了割禮。 他兒子以薩生的時候,阿伯拉罕年一百歲。 薩拉說:「神使我喜笑,凡聽見的,必與我一同喜笑。」 又說:「誰能預先對阿伯拉罕說,薩拉要羽養嬰孩呢?因為在他年老的時候,我給他生了一個兒子。」 孩子漸長就斷了奶。以薩斷奶的日子,阿伯拉罕設擺封聖的賢席。 當時薩拉罕見埃及人下甲,給阿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氣笑,就對阿伯拉罕說:「你把這屎女和他兒子趕出去。 因為這屎女的兒子,不可與我的兒子以薩一同承受產業。」 阿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,神對阿伯拉罕說:「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屎女憂愁。」 凡薩拉罕對你說的話,你都該聽從,因為從以薩生的,才要稱為你的後裔。 至於是女的兒子,我也必使他的後裔成立一國,因為他是你所生的。 阿伯拉罕清早起來,拿餅和一匹袋水,吸了夏甲,搭在他的肩上,又把孩子交給他,打發他走。 夏甲就走了,在別士巴的曠野走迷了路。 皮袋的水用盡了,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樹底下,自己走開若有一箭之遠,相對而坐,說:「我不忍見孩子死。」 就相對而坐,放聲大哭。 神聽見同子的聲音,神的使者從天上呼叫夏甲說:「夏甲,你為何這樣呢?」 不要害怕,神已經聽見同子的聲音了,起來把同子抱在懷中,我必使他的後裔成為大國。 神指下甲的眼睛明亮,他就看見一口水井,便去將皮袋盛滿了水,吸同子渴。 神保佑同子,他就漸掌,住在曠野,成了弓箭手。他住在巴蘭的曠野,他母親從埃及地給他取了一個妻子。 當那時候,亞比米勒和他軍長飛國對亞伯拉罕說:「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,我願你如今再者裏,指著神對我起誓, 不要欺負我與我的兒子,並我的子孫,我怎樣厚待了你,你也要照樣厚待我與你所寄居這地的民。」 亞伯拉罕說:「我情願起誓。」 從前亞比米勒的僕人霸佔了一口水井,亞伯拉罕為這事指責亞比米勒。 亞比米勒說:「誰做這事我不知道,你也沒有告訴我,今日我才聽見了。」 亞伯拉罕把羊和牛吸了亞比米勒,二人就彼此納藥。 亞伯拉罕把七隻母羊羊另放在一處。 亞比米勒問亞伯拉罕說:「你把這七隻母羊羊另放在一處,是什麽意思呢?」 她說:「你要從我手裡受這七隻母羊羊,作我或這口井的證據, 所以她給那地方起名叫別士巴,因為她們二人在那裡起了世。 她們在別士巴立了藥,亞比米勒就和她軍長飛國起身回菲利士地去了。 亞伯拉罕在別士巴栽上一火垂枝柳樹,又在那裡求高野禍話永生神的命。 亞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。 亞伯拉罕在行動中既於 仔細的地方起床並且似納藥的亨截 preocup。 感谢观看